为了落实企业在地化 韩木酒店员工们来到原山二胡 不但现场采收凤梨还有DIY豆腐乳 亲自体验农事过程与农民的辛劳 二胡凤梨 好吃吗 好吃 凤梨豆腐乳主要就是要放三层的 我们已经烘干的这个豆腐乳 然后还有两层的我们二胡的新鲜凤梨 然后再放糖跟酒 淋上一点这个凤梨的汤汁 那把它锁紧发酵 经过三个月的发酵时间就可以开始食用 这是第一次来做 第一次去采凤梨 然后也第一次做这个豆腐乳 然后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也是亲手做 然后也就是很期待三个月后它的味道 一般吃到的时候都是做好的 那蛮好吃的 那这次是第一次体验做豆腐乳 然后感觉很新鲜 县议员陈俊宇表示 见证韩木酒店深入宜兰乡土 参与农事体验 同时大力行销优质的二胡凤梨 带动经济效益 隔期酒店又加码送出140只烤鸡 要送给弱势家户 精神令人感佩 咸木酒店,年轻多年都在我们日后 来采访到这个 这个鳳梨作为实材 还是馈赠朋友的这个盘手礼 特別感謝 尤其我們今天 韓武酒店另外準備到烤雞 要來送到我們羽山鄉 很多邊緣的弱勢家庭 來我們介紹我們旅遊的歷史 我們旅遊的百年往來的證書 跟農民 我們台灣的農民起家 這麼有救的歷史文化 我們主管有辦法帶來這個土地 有辦法對地方做一些 我們做一點點事 我相信一點點事就有辦法 做出最很大的一個貢獻 在這裡感謝韓武酒店 來這裡我們羽山鄉歐西川 來做一些我們這些低收有需要 這些雞 翁來 這些好吃的麵 來健康我們這些產品 在這裡十二分的感謝 擁有百年歷史的二胡鳳梨 現在正是盛產期 不但是品嘗最佳食雞 還有醬瓜跟豆腐乳 也是不錯的農產辦手禮 韓武作公益 送愛到圓山讚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 實習記者林木傑採訪報導 謝謝